今次來到直子學校系列 我們跟隨著議會主席Dion 來到我們的中性書院 跟陳偉華校長聊聊聊天 兩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在我們介紹陳校長和學校的淵源之前 你一定要問問Dion 今次來到這間學校又是為什麼 我們的例牌問題 中性書院在我的認識裏 是一間很有愛的學校 除了是基督教學校 基督教學校一定是講基督的愛 但除此之外 你會見到這裏的學生和老師相處之間 跟一般學校我自己硬是感覺上不同 他們的關愛 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是特別濃厚的 有可能是因為學校不是一間很大的學校 相對來說是規模較為小 但小又是小的學校好 互相的關係好一點 我想老師和學生 是認識的程度 一定比其他可能比較多學生的學校 是來得更深及更緊密 所以今天一定要來這裏看看 我們中性書院的地理座標就是深水埗 算是一個圍處基層的一個居住區的地方 也看到我們身處這裏 其實也有很多基督教的元素 陳校長你自己會怎樣形容學校 剛才主席說的愛的氛圍 我這種愛的氛圍是很準確的 其實我從小是中性校友 我在若干年前都受到氛圍上的感染和幫助 而今時今日我來母校做校長時 都同樣感受這種愛的氛圍 我很記得我跟小學校長去談談的時候 他們給我的反應是說 中性書院的老師是躺身地射學生的 到今天我還記得 這種氛圍其實是一直承傳下來的 當時就是作為學生在這裏 被當時的老師愛惜 現在自己做校長 又回到這裏繼續傳播這種愛 有沒有一些無盾器你現在遇到 譬如現在學生老師之間的關係 或者當時你自己還有記憶猶新的 這樣接受愛傳承的例子 有的 我很記得當年我的校長 現在是劉少英博士 他都脆了有了 他在台上說話 我到今時今日都還記得 他說我昨晚跟我太太說對不起 我那一刻就 哇 高高在上的校長 竟然會和所有的學生分享 他自己也曾經有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然後去坦誠 說我都會說對不起 我都會接受自己的錯 以及承認 還要道歉 我想這種既謙卑 又真實地去面對自己的生命 以及去分享自己的生命 這些點滴 我今日都還記得 以及我都以他為榜樣 我都去學習謙卑 去做一個服人領袖 另一個例子我都很想分享 就是我的班主任 我的班主任是林永棠校長 當年他每一個學生 他會抽時間和他們個別聊天 以及約他們去吃飯 我當時覺得 哇 我只不過是一個微塵學生 為何他會特意和我吃飯 以及會關心我的生命 關心我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很受觸動 以及覺得這種愛的傳承 其實我們今天都要繼續 而事實上 我都經常見到我的老師 都會約學生去吃飯 以及會個別跟他們聊天 去關心他們 其實今時今日 這種愛的氛圍 其實是一直傳下去的 我們接著去過不同的基督教學校 亦都很強調愛與關懷 以及包容的文化 無論在這裡究竟基礎有多深厚 我會感受到 其實就是無論校長 還是老師 或者整個教學環境 是有這樣的溫暖氣氛 就像剛才的校長分享 原來自己都是校友 回到這裡 但除此之外 我也會想探討一下 我們在這個氛圍之下 在學習方面 又有甚麼 譬如直資學校的底下 有些框架原來是特別靈活 特別彈性的 令到中盛書院有些不同的創新 中盛書院近年來 我們就推動正向自主教育 正向自主教育 是在2017年我們得到中文大學的一個團隊 正向團隊幫我們建立的 這是他們當時了解學校的特色文化 然後他們結合正向教育 以及自我決定論中的自主學習 我們就將正向和自主放在一起 而成為了正向自主的教育模式 這種教育模式 與坊間自主學習其實都有少許分別 但亦都很能夠配合 一般自主學習就是會說學生為歌的主導人 而是他們會去了解自己的需要 然後為自己定立目標 然後去推行學習 亦都去評估自己的學習 而中盛書院自主學習 會加上推前一步 如何令學生可以自我促進 自動自覺去學習 這就是我們多了的一步 我知道自主學習的一個架構 在這裡有些例如 我的理解是你可以自己選擇 有些不同的組合 例如我可能有不同的科目 我中英數一定要去選擇什麼科目 而這裡可以選擇的配搭是特別多元的 其實我們的選擇背後 我們是為了滿足學生 有三個很重要的需要 那三個重要的需要 包括了它有自主感 能力感 以及一個關係感 一個歸屬感關係感 而這三種需要 我們是放在課堂內和課堂外 但我們覺得每一個課堂 都應該讓學生有這三種基本的需要 例如我講了一些例子 就是如何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今年我看過一個英文課 英文課會用他們生活的例子 然後教他們一些文章 而他們教的時候 他們會有三種不同程度的工作子 那三種不同程度的工作子 他們就用小辣、中辣、大辣去形容 為了滿足不同能力的學生 學生是有得選擇的 老師就會說 誰想今次用小辣 今次用大辣或中辣 他們去選適合自己能力的工作子 其實就滿足了他們的能力感 成就感 他們會覺得自己做得到 同時他有選擇 其實都是一種自主感 在課堂中的正向言語 以及有一些小組的協作 就能滿足他們的關係感 又覺得我是歸屬於這個地方 而你能夠滿足他們的三感 學生就會在這裏覺得 我都很想自己繼續成長 以及衝進自己的進步 在聽校長介紹自主學習的時候 感覺到他本身很有心去安排 例如剛才的小辣、中辣、大辣 都已經是一個很創新的 無論是想法還是設計 回來主席 我們一定會問 其實在直資的框架底下 怎樣可以有靈活彈性 但我想觀眾們已經謹記於心 但我又想再深入討論 究竟所謂的直資的靈活彈性 為何有這些靈活彈性 而在中性書院 為何可以有這樣的開創 我猜我們經常都說 制度使然讓我們是 直資學校工作的同工 我們都是有一個比較開放 比較創新的思維 所以大家願意接受不同的教學模式 如剛才校長說到 要正向自主學習這一類的 我想教育模式或學習方向 在一般的學校未必那麼容易去實踐 因為實在你要挑出一個框框 很多人未必有這樣的膽量 或者未必有這樣的心 去做正常教書就教書 工作址還要做小辣中辣大辣 其實你要想想 老師工作量多很多 當然我們經常都說教學 我們需要做一些在課堂裡 要去恩財師教幫學生 譬如他真的沒那麼弱的 要幫他慢慢建構學習 所以出不同工作址 但好像他這樣說 有小辣中辣大辣 其實他加上剛才像陳校長說 他是將自己學校的 現在這幾年發展的理念 正向自主放進去 讓學生成長學習的時間 不只是學習科本知識 而是將人的成長 學校的關愛放進去 我們回到後 我們直知究竟 我們直知為何又可能做得到 或為何又會做得到 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大家都希望 善用我們的誕誠 我們的創新 因為大家不介意去改變 因為最麻煩 或者我們覺得最求疼的是 教育做一年 做十年 做三十年 都是那個模式 這才是我們做教育 面對最大的挑戰 因為很多老師或有時說 十年前都是這樣教 都成功了 現在就繼續這樣教 但其實世界變了 學生的需求不同 但直知制度裏面 所有的學校 都會有一個比較開放 想創新 像陳校長剛才說 這種模式 我以為他這麼多間直知 是第一次聽 是嗎 小辣中辣大辣 就像剛才主席所說 就算是一張工作 只要分小辣中辣大辣 已經做多了三倍的事 我相信這種設計 譬如正向自主成框架的引導之下 不僅是在工作址上 拆分成三個不同的難易程度 或者也滲透在很多不同的方面 陳校長 這個真的會有很多的 無論是人手 或是對教學的需求 或者真的設計了 如何實行 都需要有不同的資源來配合 為何會走這條路 或是走的過程中有甚麼難處 其實我們開始走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容易 因為正向教育不是一個 就這樣說 一個模式我們用 這樣就算了 其實正向教育 它很講求 老師自己都要相信 我們說要學習它 要活動它 要教育它 要學習它 要融入在生活中 然後學生才會感受到 正向的氛圍 所以學校在開始的時候 用很多的資源和力量 除了是中文大學 有一隊團隊進來 我們會增加額外的人手 再有的就是 我們都有讓老師 去到英國的士丹福大學 那裏進修 還有就是澳洲的 Geylon Grammar School 我們亦都給老師 在那裏培訓 北山堂亦都幫了我們不少 這些一點一滴 就是老師可以在當中去培訓 然後再回來學校裏面 去融合在學校的環境 和教育 我想直資的資源 靈活運用 都是影響我們 或者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我們最初的時候 都不是全校都做到正向的課堂 其實我們最初的時候 只是主科行先 還要是主科裏面的一個級別 去行先 但是我們慢慢發展 我們發現 原來很多數據都告訴我們 原來正向自主教育 是幫助我們的學生好好地成長 不同的數據都有明顯的進步 尤其是說到成長思維的進步 還有中大的教授用了我們的數據 就去到OCD的發佈會裏面 去做研究 然後去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進步 會甚至超越了不少的歐美國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更加篤定正向自主教育 能夠幫到中性的學生 所以我們發展到現在 我們是每一個方 每一個課堂 每一個科目 我們都行正向自主教育 當然我們還是一直發展 一個單元一單元 每年每年這樣做 整個環境更加能夠配合到學生 我補充一個點 剛才剛才說的自主學習 其實背後有一個重要的理念 希望學生擁抱自己的學習 將自己的學習 過往大家上學都會有經驗 有時我們上學的責任 好像在老師身上 是老師給你學 但自主學習其實背後有一個理念 就是希望學生自己擁抱學習的責任 其實剛才剛才陳校長說到 我們聽到 剛才你說小辣中辣大辣 又或者其他不同的配套 現在甚至每一級 每一科 每一個課堂都做得到 會產生甚麼效果 我相信 學生是不會自己只是停在大辣 去到某一個程度的時間 有些學生覺得 我覺得大辣我處理到了 我更想挑戰自己 這就是幫助到學生 如何擁抱自己的學習責任 從而令到日後 我相信一定是培養到 所謂的生活長學者 那些終身學習者 這一定是慢慢建構上去的 不過剛才說到直師的說法 校長他們用得很好 怎樣運用資源幫老師 不是學生 老師要先行 我們要先改善自己 自己要擁抱相信 自己要有能力才可以帶到學生 這也是我們只在資源上 運用的彈性 所以為何我們學校 可以做得這麼理想 在這方面 我想在學習的過程中 六年或者十二年 或者更長時間的學習生涯 其實氣氛很重要 在中性這裡 我感受到中學生涯 希望盡量給同學們 給予這氣氛 所以無論是我們硬件的資源 軟件上人的意識 教職員的盤分 令整體全包圍的氛圍 可以有更多的動機 推動他們 就是未來日後 如何可以更加自動地學習 這也是我們跟隨著主席 去不同學校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的 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面對的困難 就是我們身處在一個大的變化當中 這個變化當中 如何可以擁抱這些改變 可能就是由現在學生的時代開始 其實我們每一集節目的時間很有限 希望透過這二十分鐘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中性書院 認識陳校長 也知道現在中性書院的氛圍是怎樣 當家長們在門外 想再了解更多的時候 這會是其中一個渠道 今天很多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 今天來到中性書院 跟陳惠華校長聊天 節目拍攝時間過得非常快 因為在過程中 無論是聽陳校長去介紹學校 正向自主學習的理念 還是他在基督教外語包容文化下 一些他自己教育的想法 都發現他是一個非常有心的有心人 在講述自己這些理念的時候 其實也感受到 在整個學校的部署安排上面 是非常之有想法 希望今天小小的一個節目的安排 可以讓大家了解到更多關於中性書院的內容